跟信怡結遠之前 我看到一間誘養人覺得說 好像很符合很單純 那時候去第一個禮拜很有新鮮感 到第二個禮拜就是會不想要上學 那我很差異 剛好我的一個同事跟我提到信怡 帶她到教室認識環境 跟她說這是她的姓名 就是她要讓孩子有歸屬感 知道說這裡的大人是重視你的 然後她就很高興跟著老師牽著手跟我拜拜 我很佩服老師看到我的孩子的一些特質 因為有一些老師當時說的特質 我只是要在她後來更大的幾年裡頭 我才真的這麼感受 有差異 tidak 我只是陪了千奇 不想要你 好想要我